因为我几次私底下见到毛老师 就是都是 毛老师都不是一个很清醒的状态 你曾经见过有人 就是坐在这儿讲着讲着话 然后这样吐出来吗 好了 怎么 我知道 谁呀 那是广为流传 是吗 真的有广为流传吗 你刚才说 我都不知道 你当然不知道了 没有人告诉你 但是他们告诉了所有人 真是疯传遍的整个树林 对 因为那个家非常整洁 那个主人就是 也是一个非常整洁的那个什么 就是那段时间肠胃不是特别好 对 应该是因为肠胃 那个时候我就心情很不好 我就觉得情有可原 为啥呢 啊 好的 为啥呢 那我们聊六月前吧 不能 为啥呢 为啥心情不好呢 工作上遇到了一些瓶颈 我始终是创作上有一些无法突破 就困在一个情绪 对不起歌迷啊 对不起观众 对对对 真是深深的自私 这样能创造出更多做更好的作品 带给大家 人家就看你俩谁更假 你俩 我肯定不假 我是刚来做客 我从来不说谎话 有点太不假 刚刚那个事 分享的有点早 你喝得过过吗 喝得过呀 没有 有一次我们俩 我印象 我呀 对 记忆有心 就咱们在那个屋里 喝酒 你拿了一瓶酒去 几个女的 对 咱几个女的那次 我们喝了有三分之二 我印象说 那个 我得走了 我还有别的剧 然后他就把这 然后他就把这 他自己用这的酒拿走了 我 真的假的 对呀 他把这瓶酒 那瓶酒我也拿走了 我们仨就 咱在这 这道路上是要喝是吧 我就是道路上 你也要面前 我不记得 我把酒拿走这事儿的 就前两天刷到的 说有一个人家里养了15只黑猫 我就在想 如果你们家里有15只黑猫 你会给它们起什么名字 就不叫 我就不给他 我不可能是养那么多 说起来 就是你家有15条鱼 鱼还得起名吗 是我老姨吗 怎么了 你不能尊重一下鱼吗 你老姨给鱼起啥名 在做山雕 说有一个鱼 他特别喜欢往背壳里钻 不让其他人 其他鱼 钻到那个背壳里 就叫做山雕 还有呢 还有一个鱼 就是性格跟元宝非常像 这管人叫元宝 鱼怎么能跟元宝 就是人一去 它就 有面的鱼 主动 爱搜索 碰杯 往上拿脑袋撞那个杠 干了 干了 因为我这个节目 不是在加化妆吗 每次化妆师一来 我加化完妆 有两次 他就准备好 他就有点准备好 三败了 对 后来有一次是别的工作在化妆 他又准备好了 非常非常失落 你知道吗 就马上就感觉 哎 我要走了 让他回笼子也回不去 嗯 我想一下 这狗真是 膨胀了 有点飘了 都有这过程 理解吧 如果你弹音乐的话 你不会什么都会想跟对方分享吗 但我们都会嘴硬 就 要隐藏自己好像 不是那么 需要爱呀 或者是怎么样 他其实无比的需要 但人家真正的就是嘴甜心硬的人就非常厉害 我也不是 但是我就是会觉得说谈恋爱的话就是要跟分享 你说分享欲确实是爱的表现 好多时候我都觉得你在干什么就是相当于我想你了 对 其实就是 要不真想知道吗 难道 我是觉得谈恋爱没有那么费劲 也没有那么的 你可不不费劲 能不能是因为长了小看的事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我是觉得谈恋爱就不应该复杂这个事 那比如说如果我谈恋爱的话 我会想说 哎呀 人家会不会嫌我年纪大呀 人家会不会觉得说 是因为我有钱才跟我好啊 人家会不会觉得我是因为我是 杨幂才跟我好 那我要天天想这些我不累死了 所以你想过吗 曾经想过 从来没有想过 甚至就想说 如果他是因为我有钱跟我好的话 我可太开心了 因为我有钱 就是这种 我是 雪芹你就想 如果他喜欢我是因为我有趣的话 没错 对 我太好了 就是特别有趣 我有趣啊 对啊 别人有了没有 也不用完全说 他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喜欢我 如果他是因为这个事儿喜欢 说明你有 对 而且这还是我的优点的 那咱们 我们两个叫两个小学生 那啥我选择我是爱情高手啊 爱情三十六计 那儿电视吧那就 好的 让我们大家一起看一会电视吧 好嘞 应该是马哥说你那段 我最爱用的两个表情 一个是刘雨晴这个 一个是秘词的苦笑 你自己会用自己吗 会 苦笑 脑子中回荡一句话 今天你努力了吗 因为我每天都会给马迪发 今天你努力了吗 他说努力了努力了 我来把战绩发过来看看 杨幂 姐姐明年要不要参加一下那个毛血浪啊 你收到这要微信了吗 收到了 他们在录制现场给我发的 对 因为我跟马迪很熟 我昨天晚上夜里一点多还在让他给我推翻 你们下次如果有机会马迪还来这个节目的话 就说我说的 然后想吃马迪老师做的肘子 他就知道这个各种的缘由了 你说说吧 不说了 不说了 说说吧 他肘子又怎么说 就不说了 就让他做肘子 可能说出来未必就是 但我气氛得烘托到这儿 让他做肘子 我就是这种 不好坏 你先问他 你先问 但那时候马迪跟许天琪跟我都是一个对的 甚至还有人说我跟马迪用情侣名 我真的谢谢 因为他经常说一句话 来吧宝贝 所以我们俩的名字就是来吧和宝贝 那你俩确实是你俩这个吧 就是怎么说呢 这个情侣 你俩又用情侣名 刚刚有一些小秘密 然后还吊着我们 你问他肘子了吗 回了一句 脏话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咋说的 让他滚犊子 要看三上三姓吗 你能接受大家当众看你的歌 我不太能 那放一下吧 你知道一般他们点凉凉 我都很难受 一个凉凉难受 一个那个时间主语难受 爱的供养也难受 爱的供养也最难受 你们会有很多朋友就是来一起看我的作品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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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有 真有 你们会评价吗 这他主动邀请的 我们就夸奖了 夸几句 但是有时候真难夸 因为 硬夸 硬夸 所以现在让你看三生 你给我硬夸吧 三生我还要硬夸吗 邱老师 哎呀 哎呀 三后就来呀 李月 三生我为什么要硬夸 三生我可是从头到尾看了的 说来给我看三生吧 说夸吧 说哇 迪的肉吧真好看 有的人 哎 这有细节 有的迪的发演的这种细节 对 嗯 但有的时候你不能夸的就是太鼓励他 他会不断地给你丢东西过来 那你觉得这个好吗 这个呢 对 那今天这两首有什么区别 哪一个好 他拿个做题一样 这个 正想吃 嗯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还好遮两分钟 你是不是喜欢我呀 哦 我这个人擅长工作赚钱 我很忙 没有时间恋爱 爱情只能维持18个月 而婚姻吓死 我不相信这种不恒定的货 或者什么 没有 能构造一种稳定的法律关系 你自己看自己填吗 其实你会被填到吗 一亿 其实一亿 还是会不好意思 就是他这个我演的这个角色 他就太忙 没时间恋爱 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 其实恋爱成本都太高了 好多人现在都不恋爱 身边很多朋友 但是很多地方是需要女性 有一个稳定的婚姻的 所以他就选择了直接就是 就是有空嘛 有空再结个婚 完了后恋爱 这样才有意思 先吻后爱 对 嗯 嗯